好,稍等一下 让我们等等Caroline,好吗? 很好,好,等一下哦 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天气歌 记不记得怎么唱? 今天天气,今天天气 今天天气怎么样 是晴天吗 是阴天吗 它挂风吗 它下雨吗 告诉我,Lucas 告诉我,Lucas 今天天气怎么样 是晴天吗 是晴天吗,Lucas 是晴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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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挂风吗 它下雨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卡尔兰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卡尔兰,告诉我 卡尔兰,告诉我 卡尔兰,今天天气怎么样 是晴天吗 卡尔兰,今天是晴天吗 是晴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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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我们天气可能有不一样, 也许我这边会下雨, 但是你那边会是阴天, 所以老师一般会叫两个到三个小朋友来说一说你家门口的天气, 好吗? 那今天呢, 在我们开始读故事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的小猪, 记不记得我们的小猪, 我们试一下哦, 我们小猪的鼻子, 小猪的鼻子, Let's make a nose for your piggy, 小猪, 小猪,小猪, 胖嘟嘟, 吃饭, 咕噜噜, 睡觉, 呼噜噜, 胖嘟嘟的小猪, 一会儿, 咕噜噜, 一会儿, 呼噜噜, 小猪, 小猪, 胖嘟嘟, 好, 我们再来一遍, 这次我希望小朋友跟我一起讲哦, 好不好, 我们看, 我们找一个小朋友把她的声音开开, 好, 这次我看Caroline和大Grace的声音, 我们一起来讲, 好不好, 别的小朋友请跟我们一起来哦, 来, 我们一起来,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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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猪, 吃饭, 咕噜噜, 睡觉, 呼噜噜, 胖嘟嘟的小猪, 一会儿,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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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猪, 好, 很棒哦, 小朋友, 很棒哦,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来开始读书了, 请问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夜线是谁吗? Do you know who is 夜线? 我看有小朋友点头, 夜线就是中国的Cinderella, a story, a Cinderella story from China, 今天我们要读夜线的故事, so today we're going to read her story, see what happened, 你没好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老师还怕屏幕分享给你, 好, 夜线, 中国的灰姑娘, 看一下, vocabulary, 夜线, 中国的灰姑娘, 很久以前, 有一个姓吴的人, 她很有钱, 当地人叫她吴才主, 吴才主有两个老婆, 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女儿, 大老婆的女儿, 叫夜线, 后来, 吴才主的大老婆死了, 吴才主的小老婆, 就成了夜线的继母, 你们知道继母是什么意思吗? 继母的意思就是stepmother, 继母就是stepmother, 那你们知道老婆是什么意思吗? 老婆就是wife, 很棒哦, 很棒哦, 我们看下一页, 夜线不仅会做衣服, 长得也很漂亮, 因为她是个漂亮, 善良的好孩子, 你知道善良是什么意思吗? 善良就是kind, she is very kind and beautiful, 吴才主很喜欢她, 而继母的女儿不仅长得丑, 心地也很坏, 后来, 吴才主也死了, 因为夜线比继母的女儿漂亮, 善良, 所以继母非常不喜欢夜线, 经常打她, 让她干最累的活, 还让她去很远的地方挑水, so her stepmother had also had a daughter, 因为夜线 is more beautiful than her daughter, and she didn't, her stepmother didn't like her, and 继母的女儿也欺负夜线, 夜线非常伤心, 有一次, 夜线挑水的时候, 抓到了一条小鱼, 这条小鱼有红色的身体, 金色的眼睛, 夜线非常喜欢她, 就把她带了回家, 她把小鱼放在盆里, 天天看着她, 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非常可爱, 夜线说, 小鱼, 我喜欢你, 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夜线把自己的吃的手下来, 放在水里给小鱼吃, 小鱼很快长成了大鱼, 盆里放不下大鱼了, 夜线就把它放在家后面的食堂里, 每天, 夜线一来到池塘边, 这条鱼就会游过来, 渡出头来, 如果是别人过来, 鱼就不出来, 鱼长大了很多, 也吃的, 吃的也更多了, 所以夜线呢, found a little goldfish, and she like it so much, and now, because she gave her food to the goldfish every day, and she become, the goldfish become very, very big, and so, 夜线 put the goldfish into the pond, behind their house, 我们继续来看哦, 夜线还是坚持把每天, 每天把吃的省下来的给大鱼吃, 继母知道了这件事, 心想, 嗯, 心想看看这条鱼是什么样子, 继母的女儿对她说, 真想尝尝大鱼的味道啊, so her stepmother found out about the goldfish, and she want to see how does the goldfish look like, and her step-sister instead, she said she want to taste, she want to try the goldfish, see how it tastes like, 于是夜线不在的时候, 继母拿着吃的来到池堂边, 大鱼我给你带了了吃的, 快来吃吧, 可是大鱼没有游上来, 继母的女儿在池堂边等着, 大鱼也没有出现, 一天继母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跟夜线说, 夜线啊, 你看, 你的衣服旧了, 我给你一件新衣服吧, 夜线很高兴地穿上了衣服, 继母把夜线的旧衣服放好, 又叫夜线去很远的地方挑水, 那个地方来回有100多里地, 所以因为她的大鱼 tried to get the fish out, 但她的鱼也没有了, 她有一个想法, 她的想法是给夜线的新衣服, 夜线很高兴地穿上新衣服, 夜线很高兴地穿上新衣服的新衣服, and her stepmother just kept her old clothes, let's see, let's find out why, 夜线不在的时候, 继母穿上了夜线的旧衣服, 她拿着刀来到池塘边, 对着池塘说, 鱼儿啊, 我是夜线, 你出来吧, 鱼儿一露出水面, 继母就抓住了她, 把她杀死了, 继母把鱼带回家, 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吃, 她的女儿说, 妈妈, 这鱼真好吃, 继母说, 快点吃, 别被你姐姐看见了, 鱼太大了, 继母和她的女儿吃不完, 于是继母又把鱼拿给别人吃, 吃过的人都说, 这鱼的味道太好了, 她姐姐老叫她钱, 她就山羊, eien处理说就是 粧骑西 FS, and she went to the pond and told and said oh little goldfish come out please I'm Yixian when the goldfish came out she just grabbed the goldfish and take it back to home and make a meal and she enjoyed the goldfish with her daughter and because the fish was too big they also shared with others whoever tried the fish they said the fish tastes so good let's keep reading 吃完大鱼,寄木把鱼骨头扔在了土堆里 土堆就是 the dirt so after finish eating the fish they threw the bones into the dirt 叶线一回到家就去看他的鱼 他来到水边说道鱼儿啊 我回来了 你出来吧 鱼儿没有出来 叶线又喊鱼儿啊 我是叶线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鱼儿还是不出来 叶线把吃的放在水里 那些吃的都被别的鱼儿吃了 叶线还是没有看到他的鱼 叶线想 我的鱼儿去哪儿了呢 为什么不见了呢 继母的女儿在水边看到叶线 就对叶线说 你的鱼儿不会回来了 叶线很难过 大哭起来 继母的女儿就笑着走了 把他带而鱼 inasına名到 when叶线 叶线刚运被开了 所以,她当叶线运�itan啊 所以先来叶线的ın grammar 若 Final叶线叶线 父 JKem交 telep ser 我回ผ entra 叶线幾 hablando ザ线鱼 mention 但后起来 consegueカ halls 叶线古小叶线 loses 贴排量 不断Es And her stepsister went up and said, No matter how you call her, call your goldfish, it won't come, it will not come out. And Ye Xian was very, very upset. And 我们看看,继续看,这是一个老爷爷走过来了。 老爷爷说,好孩子,别哭了,你的鱼被继母吃了。 鱼骨头被扔在土堆里,你把鱼骨头找到,以后你想要什么就对鱼骨头说,它都能帮你。 Ye Xian说,真的吗?谢谢老爷爷。 Ye Xian在土堆里找到了长长的鱼骨头。 Ye Xian对鱼骨头说,鱼儿啊,老爷爷告诉我,继母杀了你,我终于找到你了。 鱼骨头说, Ye Xian,我不能在水里游了,也看不见你了,可是我能听见你在说什么。 你这么善良,只要你把我留在身边以后,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So, an old man came to Ye Xian when she cried by the pond, and he told her that don't cry, and even though your great stepmom and your stepsister ate your fish, and as long as you can find the fish bone buried in the dirt, the fish will help you to get your wish, to make your wish come true. And Ye Xian found the bone and she said, Little fishy, the old man told me that my stepmother took away your life and I finally find you. And at this time, the bone talked. It said, Ye Xian, I can't swim or I can't and I can't see you, but I can hear you. You are so kind. If you can meet me around, well, I can promise you I can make your wish come true. Let's keep reading. Ye Xian把鱼骨头小心的收了起来, 后来, Ye Xian要什么,鱼骨头就给它什么。 每次鱼骨头都能让 Ye Xian很满意。 每次鱼骨头都能让 Ye Xian很满意。 So let's see. So Ye Xian kept the fish bone very in a safe place. And after that, no matter what Ye Xian wants, the fish bone will get her. So Ye Xian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当地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到了。 所有的人都要去庆祝。 祭母也带上了自己的女儿去了, 却不让 Ye Xian去。 叶 Xian等祭母走了。 哭着对于骨头说, 骨头啊骨头,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我也想去过节。 可是祭母不让我去。 我也没有新衣服, 如果我的妈妈在就好了。 So one day, it was one of the most big holidays in the town. And everybody went to celebrate. But her stepmother and stepsister will not let Ye Xian go. So Ye Xian, after her stepmother went away, she cried and talked to the fish bone, said, This is one of our holidays. I really want to go celebrate, but they won't like me. And I don't have new clothes. I really miss my mom. 鱼骨头说, 叶 Xian,不要再哭了。 我送你一件衣服和一双鞋, 你穿上去过节吧。 说着鱼骨头旁边出现了一条美丽的裙子和一双鞋。 叶 Xian一看, 那是鸟的羽毛做成的裙子和一双金色的鞋。 鞋子很轻, 走在路上没有声音。 So the fish bone said, 叶 Xian, do not cry anymore. I'll give you some new clothes and a pair of shoes. You can wear them and you can go celebrate in the holiday. 叶 Xian的衣服呢, So the dress is made of the feather of the bird and the shoes are golden color and they are very light and didn't even make sense when you step on the ground. 叶 Xian穿上大小正合适。 于是叶 Xian高兴地穿着新衣服和鞋过节去了。 路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叶 Xian很高兴。 叶 Xian的女儿看到了叶 Xian。 妈妈,你看,那边的那个女孩真漂亮。 我觉得看起来很像姐姐呀。 叶 Xian说, 是啊,我不是让她看家吗? 她怎么也来了? 我们回去看看她是不是在家。 叶 Xian也看到了叶 Xian和妹妹。 她想,还是快点儿回去吧。 不能让季母知道。 叶 Xian急急忙忙地走了。 不小心丢了一只鞋。 季母回到家, 看到叶 Xian穿着旧衣服在家睡觉, 也就不再怀疑了。 叶 Xian's stepmother and stepsister saw her on the festival. 叶 Xian's stepmother and stepsister saw her on the festival. 她的 stepsister said, 妈, look, that lady was so pretty. 她看起來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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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stepmom said, 她说, yes, let's go back home and check if that's her. 叶 Xian also saw her stepmother and stepsister and she thought, 她 better go back home. I cannot let them find out that I came out. 叶 Xian also saw her stepmother and stepsister and she thought, 她 saw Xian sleeping in her home and with those old clothes. 有一个商人在路上看见了这只鞋。 他发现这只鞋又轻又好看。 他想, 哦,我可以去卖这只鞋。 这个商人把鞋子卖到了陀汉国。 陀汉国是南方的一个很大的国家。 驼汉国的年轻国王得到了这只鞋 他觉得这只鞋很漂亮很轻 就让身边的人试穿这只鞋 可是没有人能穿得上来 他们都说国王这只鞋太小了 国王又让所有的驼汉国的女人来试穿这只鞋 可是还是没人能穿上 国王想我一定要找到能穿上这只鞋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so a businessman found one of her shoes the shoes叶现 lost on the way back home so he thought I can sell this shoe so she sell the shoe to the king of Luo Han国 the Luo Han kingdom and the king thought wow this shoe is so pretty and so light let my wives and my friends try it on and everybody told the king that this shoe is too small and no one can try it on no one can put it on so the king thought I had to find the owner of the shoe she must be a pretty lady she must be a pretty lady 小朋友们再见 不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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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